你之前还没有服务两台书以前有什么样的病症吗 我就是有耳鸣,我耳鸣有6我就读到耳鸣 然后我一直看医生,也看中医,也有看西医 看中医,每次吃药是吃的,好好的用牌子 什么情况下让你认识到耳鸣这个牌子的? 可是我有一个,我妹服务她看见她家有一个 在Suna那边有一个她的朋友她讲,她是吃了她的皮肤都滑去她家 本来她,她讲她手边都没有力她讲,然后她吃了手边很有力 我有滑到很远她讲,然后我就讲,这么好吗?她讲 正在讲,她的皮肤很多,她的皮肤很多,这个暖点啦 她说她皮肤好,实在好很多了 然后我就开电脑看,什么是要拍出什么 我一直找到她人家,是泰国那边卖的 然后我找到泰国一个,她就,我一没去她就跟我讲 去新加坡那个什么什么,我就向她拿电话 她就给我发电话,然后用E-mail给那个Sys Duo啦 然后她就跟我讲,我自己看,我自己也静了 然后就打算吃这个啦,只是看 因为看医生,看那么多次医生也是这样 很多人都不会好,好人又来好人又来 很多东西就不能够吃 好像我现在榴莲什么都不能够吃 以前也是不能够喝来咯 等着,就是基本的,就是这样 很多东西就不能够吃 都在想不懂,又能够吃 除了耳鸣以外,你还有别的认证吗? 没有咯 没有什么别的,我就是耳鸣 很惨我这个耳鸣的方法 那个声音 不同怎样讲啊 有时候她的声音 不能够听音乐也不能够听 因为我有去运动的人,每次要开音乐很大声 跳舞什么 都不能过去了 每次我塞那个棉花在我耳朵里面 我又去了 塞在里面才不去跳舞 因为我每次有去运动 一个礼拜四次舞是这样 听到好像车过的声音什么 好像你东西地的什么 一声怎样 我的 这个有运动 知道吗 她的声音每次是不一样的 你这样讲 哎呀怎样讲啊 很惨 真的很惨 晚上睡觉睡不好 困扰你多久 这个事情 好多年哦 我205 起初的时候 没有那么严重 然后好像 2012 2012 2012就很严重嘛 但是我就 认识吃这个啦 试试看养态事 刚才讲这么好 吃了多久呢 吃了4个月 我就完全好 几时开始吃的 凌晨 2012 但现在我还是有吃啦 我只是保持养力 一天 所以现在的状况 还有吗 没有 没有 很久没有 从那时候就没有 所以养态事 你觉得给你人生 最大的帮助 有几点 你可以分享 最大的帮助 最大 就是我的养态 然后我 真的很感谢 这个 这间公司 买的一个养态事 这么好 那 SWIS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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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